保护皇上 快 送皇上去朝堂 对 朝堂的不一定想过了 大使们都已经在朝堂上了 大家保护皇上 护送皇上上朝 护送皇上 快 разрó 大仲子 皇上击鼓传唤我等上朝 为何却不见皇上 是寡人敲鼓传唤诸位大人 寡人昨夜收到消息 皇上依然驾崩 皇上就驾崩了 怎么会说 大仲宰 皇上虽然御体为和 可正直壮年 顿顿不会 大仲宰 皇上驾崩时有谁在场 是哪位予以诊治 是什么必分 居然敢质疑寡人 大力不思小让 现在皇上生死未卜 大仲前途不明 请让我等尽人臣本分 见皇上最后一面吧 大仲宰都已经说了 皇上只是病重 皇上染疾多日 就算驾崩也是常事 你等什么人 胆敢扰乱后宫清静 我要见皇上 对 大司空乃皇上胞弟 为直进不了后宫 谁敢阻拦大司空 是皇上不准 皇上有一诏在 一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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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诏 澳相 一下 二语 三员 二语 这没事 一语 尹 二语 快 去找她 二 二 一语 二 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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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语 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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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走 快 金阵突换恶极 恐身后国无所依 特将地位托于 皇上驾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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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传弹衣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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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皇上 皇上 朕 扯安慰 玉四弟 玉 玉 滚 永 皇上 皇上 兄长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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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长 来人 把元 Qing所拿下 他就是杀害皇上的凶手 有我在此谁干嘛都 曾经 原庆所犯的是弑君大罪 你这样做 对得起先帝 对得起此书的文夫白贯吗 原护 你要的 不过是我的性命而已 庆祖 大仲宰说得对 不要对不起先帝 不要对不起文武白贯 清索 大司空 别辜负了先帝啊 进去 看好了 你们是毒杀皇上的重犯 连皇上都敢杀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是 是 疯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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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是 是 好 是 也是 是 你以为 你当里面有机关 我就出不去 让我把机关震碎 要过捉住口血 没那么容易 清索 既然你意已决 也罢 去萧春城过逍遥日子 也未尝不是一件美事 朕成全你 只要皇上能尽快恢复 我无怨无悔 月宫人 在 于清索 把朕扶起来 去把那个东西拿出来 那个东西 绝对不能落入宇文户的手里 皇上所说的可是朕文忠 那是清索的 与你无关 与宫人 还不快点 是 皇上 皇上 清索 遵致 诸葛承主 不妨一起来 那东西 终究是要随清索 去往萧春长灯 臣遵命 走 皇上请 你 皇上这边请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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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朕快晨无处了 岳宫人 你去拿 是 皇上 皇上 微臣给皇上吃的药 有强身健体的疗效 不如微臣 跟皇上一起去拿 好 请坐 是 陪朕去拿 皇上 皇上 什么人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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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这样吗 也许 我跟诸葛物雪 回小春城 就 朕知道 朕中的毒 无药可解 不可能 诸葛物雪说过 这毒 这毒是他下的 一定会有解药 朕 自小命帝 被毒杀之后 朕就一直在钻研 与毒药有关的书籍 朕知道 朕中的毒 无药可解 诸葛物雪给朕吃的药 无非是延缓毒法的时间而已 朕 就算真的是剑药 朕 朕 也不会拿你去还的 皇上 皇上 都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我没能好好照顾你 害过 你如此痛苦 给了那个很多如狱 无寻害你的机会 我 清锁 朕 朕 有你这个 mend妹妹 就满足了 你已经尽力了 我不信 我不信这世上 有解不开的毒 皇上 一定会有解药 皇上 你撑住 我现在就出去找解药 不用了 朕就是解药 朕 就是解开大主之毒的解药 老天保佑 朕 能支撑到见到他们 从现在开始 请坐 大主的江山 就搞你跟四弟了 不 皇上 大主不能没有皇上 我和宇文勇更不能没有皇上 请 请坐 现在起 就是四弟的难关 四弟的心真知道 你一定要 好好地帮他渡过难关 答应朕 亲所遵旨 亲所 一定相扶相助 帮助宇文勇 渡过难关 岳宇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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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想办法出去 让朕 与四殿回合 是 皇上 皇上怎么知道 宇文勇在外 会有此行动 你可记得 天国将量之时 朕令人 在殿外殿的蜡烛吗 记得 记得 那是我以死定的暗号 近日 就是跟宇文勇 对决之事 大仲在 清所姑娘已经关起来了 岳宫人呢 被引爆依诏毙命 死了 好汉子 主上 属下不明白 既然主上有依诏在手 皇宫又被主上控制了 谁敢反抗 立即斩杀便是 主上为什么只是 关起了清所姑娘 不当即做皇帝呢 皇帝 造化弄人 齐国兵马虎视眈眈 满朝文武百官 见皇上如此 还有多少能诚心归顺寡人 宇文玉 这是用死将了寡人一军 我若贸然行事 大周姬业 必然毁于一旦 大周 终究还是宇文家的天下 玉石俱焚 是非寡人所愿 主上说的是 属下愚昧 子从对太祖许下诺言 照顾他的后代儿孙 就如枷锁一直在我身上 何时才能抛开虚伪道义 真正掌管天下 主上不必在意 将来不止大周天下 整个天下都会是主上的 主上 诸葛无血杀了几个侍卫 离开了皇宫 让他去 看来他要找的东西 还没找到 伤心没能救得了皇上 伤心没能救得了皇上 是 我是伤心没能救得了皇上 不过我更伤心 让你这种人活在世上 他是咎由自取 世人皆因咎由自取 如果皇上 为保大周国江山牺牲自己 是咎由自取 那大宗仔呢 你处心积虑陷害皇上 你就不怕天道轮回 咎由自取吗 不错 诸葛无血是我放进皇宫的 可是我没想到 他会那么蠢 找了宇文玉的道 是你 是你 你 你是杀害皇上的袖手 宇文护 你杀人不眨眼 你无耻 当今天下 能对寡人高声辱骂的 只有你原青所一个人 你就真的不怕死吗 生又何患 死又何安 我知道 你为什么不杀我 不过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本 我是不会帮你的 现在 让我死个痛快 想死 容易 你 吐死湖碑 既然你已经决意赴死 那么宇文雍 我的四弟 留在世上也没什么用啊 我看 你现在 是不敢杀了宇文雍吧 先帝亲口遗诏 传位于宇文雍 文武百官可都亲眼所见 我就不信 你会弑君 原青所 少在这耍小聪明 寡人要的 你若不能给 便是玉石俱焚 寡人知道 你知道郑魂住在哪里 实不我语 我劝你 还是尽早决断吧 哼 宇文雍 宇文雍 你不要陷害宇文雍 宇文雍 你不要陷害宇文雍 你不要陷害宇文雍 清所 从现在开始 就是四弟的难关了 四弟的心朕知道 答应朕 一定要相扶相助 帮助四弟渡过难关 答应朕 清所 宇文雍 你快走 宇文雍他要杀你 我不能走 为什么 不是 不是有很多朝廷的官员 都支持你吗 还有楚宗馆 他们可以救你 不管怎么样 你要想办法离开这里 离开长安城 离开大中 清所 你这样做叫我情何以干 你为了我 竟然不顾自己的性命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幼稚 是 我以为进了皇宫 就可以以真昏出钥匙的身份 去保护皇上 可是我没有想到 竟然激怒了云文雍 我害了皇上 是我自作聪明 都是我的错 这不怪你 清所 不是你的错 皇上走到西安里的 我断断不想失去凶长 可凶长为了我 清所 我 我不能再失去你 绝对不能 于 于文雍 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 一定 我 我 我不知道你这样做 虽然 虽然我与高长公 已经两不相欠 可是 可是 我从没想过 我要跟你长相厮守 我 我还不能确定 能不能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不值得你这 清所 等我 于文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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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ym雍 兄长 哦 四弟 啊 不对 现在应该叫皇上 皇上 微臣 免礼 皇上请上座 皇上不好好准备登基大典 来到大中宰府不知有何指教 你我至亲兄弟 理应常来常往 小弟给兄长带来一份礼物 礼物 什么礼物 珍珠 镇魂珠 皇上开玩笑了 镇魂珠乃天下至宝 皇上何以会 这大洲天下都是兄长的 何况小小的镇魂珠 这样说折杀微臣了 镇魂珠已逝了几百年 只怕没那么容易就落在微臣手上 是真是假 拿在清水身边一试便知 如此贵重之物 赏赐给微臣 不知皇上有何见教 小弟知道 得到镇魂珠是兄长的夙愿 恰逢巧合 小弟从后宫的一件首饰上得到此物 便取来赠予兄长 只为换取清索一命 元清索弑君最大个基 兄长权倾天下 更是大洲历代的功臣 兄长的话 谁敢不遵哪 皇上的意思是 兄长 不过是先帝的一句话 皇上不皇上 还要兄长定夺 此话当真 当真 难得四弟不爱江山爱美人 为兄便成全你 你来做什么 我绝对不会 朕魂珠 朕魂珠 你们父 你 来 快把她放开 送她回府 朕魂珠 清索 玉文雍 朕魂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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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魂珠为什么会在宇文户手里 任何东西都不能跟你比 宇文雍 你怎么这么傻 朕魂珠 为了你我宁愿赏 清索 我已经失去了皇兄 我现在一无所有 唯一能拥有的 就只有你了 可是 可我总给你带来危险和麻烦 我总是惹事 我 可你总算是留在了我身边 你 你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永远 夫人终于苦尽甘来了 再过几天 你就可以成为大洲的皇妃了 霍夕福所以 福夕霍所福 做皇妃可未必是件好事 依奴婢看啊 这是好事多么 经历了这么多坎坷 现在终于风水轮流转 连延晚那个坏女人都吓跑了 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夫人了 对了 宇文雍的龙袍 皇冠准备的怎么样了 东官府最好的工匠连夜赶制 主上的龙袍和皇冠就快准备好了 还有 风扇仪式 宗庙祭拜的东西 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夫人放心吧 这些冲官府会去准备的 夫人倒是应该好好休息 荣光焕发的去参加登基大典 哇 简直是太美好了 主上和夫人 就要成为皇上和皇妃了 碧香也能到宫里去住了 真是像做梦一样 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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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宇文雍去哪儿了 主上 好像这半天都没见她影子 嗯 兄长 可还记得小时候 我才吃梨子 每次 你都把梨子悄悄地放在我的桌上 孤有孔容让利 可兄长是用性命将将身传给了我 兄长 小弟绝不辜负你的期望 绝不会让大昼江山落入奸臣之手 他可以让我帮忙 他也不再有精彩 所以他就想想 làm到水 他能去那名其他人 他也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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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秦总 记住朕的话 你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四弟 宇文悠 明天会有更大的牢笼等阵营 你放心吧 我会陪你一起走下去 皇上驾到 参见皇上 兄长不必多礼 君是君 臣是臣 君臣之利益不肯非 众爱卿平身 谢皇上 今日召集诸位入宫 是有一事相少 大洲自开国以来内忧外患不断 突厥旅饭边境 百姓民不聊生 齐国重兵手边虎视眈眈 幸由兄长带兵 不辞辛苦 才保我大洲太平 皇上说的是 大中仔功不可没 有大中仔在 实是我大洲之幸 大中仔有勇有谋 国之重量 朕四寸再三 异域为大中仔 加冠尽绝 却无爵位 能彰显大中仔之 劳骨功高 朕生性闲散 如若大洲的江山设计 都压在朕的肩上 朕当真是不堪重负 皇帝陈庸 赶用玄母 赵告于皇后帝 疲态相严 费心谍用 至道无亲 因运私府 唯以寡博 托于赵明之上 随天威在言 咫尺无远 寻功自行 拾怀之涕 敬解元臣 生谈受善 似类上帝 以达万国之心 永龙家旨 保佑有其 已备于 无座之座 古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曾经不下数百次的出入皇宫 从未曾察觉 皇宫竟然是这样的大 皇宫虽大 却只是皇上一个人的家 清索 你消瘦了 你何尝不是呢 贤皇方氏 我却要笑容满面 继承大同 也许 这便是生于帝王之家的悲哀吧 我知道 你生性淡漠名利 更无异江山 可唯有继承大同 才能不负先皇所托 皇上 我还是喜欢你叫我用 我永远是你的用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 我怕你跟我陷入这个局 若一步行差踏错 会累你随我 不得翻身 你以为 没有你 我就不会陷入这个局吗 如果没有我 没有朕魂珠 或许 就不会生出这么多事段 当初 若不是先帝跟你 一而再 再而三地为了救我 而激怒了宇文户 也许 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玉了宇 你曾对我说过 我若不信天 那便信你 我信你 我信你 定能保住江山 保住你我 我会保住一切 逃不掉了 就只有面对 宇文户 不仅是杀害了皇上的凶手 也是我杀父灭家的仇人 自宇文雍登基后 大仲在宇文户 依旧长期霸之朝政 皇权 岌岌可危 三地为了宇文户 我还不得了 是杀父灭家的仇人 都不不得了 我还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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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子救我啊 阎婉啊阎婉 香巫臣的徒弟 大肿宰府的红人 宇文雍的测试 竟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你让香巫臣的脸往哪放 多谢仙子救命之恩 还望仙子不要告诉师父 我对不起师父 你对不起的就只有香巫臣吗 我也对不起仙子 都是因为原庆所 要不然 拿到镇魂珠居然不禀报 难怪大中宰府的人 都不肯放过你 你还有出路吗 我 我而不知道那镇魂珠是真是假 怕中了圈套 所以你忘了你是谁的棋子 擅作主张 掩藏私心 难怪宇文雍会派人捉拿你 我而不敢 我只是觉得皇上 你心里只有宇文雍 可宇文雍心里有你吗 原庆所 我一定要杀了他 杀了他 杀了他 他你就找不到真的镇魂珠了 为什么原庆所 肆意妄为 大家都不舍得杀他 就是因为他有用 你呢 现在连大中宰府都在追杀你 你就是一个废物 我 当然 本仙子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废物利用的机会 你 你给我下毒了 谁叫你私自逃跑 本仙子的七日断魂伞这么厉害 看样子 要改成三日断魂伞了 好你个稀狠手辣的妙无依 你现在就杀了我吧 你死了 原庆所正好与宇文雍相亲相爱 双宿双飞 不 不 我不能死 仙子 求你发发慈悲饶了我吧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本仙子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 要解药 你拿什么来换 镇魂珠 我知道镇魂珠在哪 真的镇魂珠 你要敢骗我 我现在就杀了 我不敢 是我亲眼所见 镇魂珠 为什么会在宇文护手里 任何东西都不能跟你比 宇文雍 你怎么这么傻 镇魂珠 镇魂珠真的在宇文护手中 我的性命在仙子的手里 不敢撒谎 是不是撒谎 片刻后便会知晓 你好生在这里给我待着 若四处走动 毒发了 可别怪我不救你 婉儿不敢 我在这儿 等现在回来 你们 去外面好生看着 谁 青龙护法 堂堂大肿仔真是深藏不露啊 谁 敢敢擅长大肿仔府 辞罪 地狐 退下 先自造访 所为何事 明人面前不说暗话 我是来拿镇魂珠的 镇魂珠 你别告诉我 镇魂珠不在你府里 镇魂珠 确实在寡人手上 只是 我为什么要给仙子呢 宇文护 当初你我约定 我有离商剑 你配合我取得镇魂珠 便一起打开天罗地宫 共享天下 你这个时候反悔了 你就不怕本仙子杀了你吗 你我只是约定 一起打开天罗地宫 寡人并没有答应你 得到镇魂珠之后 要交托于你 寡人知道仙子的厉害 尽管出手 你威胁我 是你先威胁寡人 好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大总宰 你我何时一同去打开天罗地宫义 你我虽有意天下 可寡人原是大洲子民 不愿见大洲的黎明百姓 废话少说 到底何时去 自宇文雍登基以来 朝政平稳 寡人正在考虑 何时与你一同前往天罗地宫 难道说 到现在 你还信不过寡人吗 好 便衣大中在 不过 我要先看一眼镇魂珠 也好安心呢 应该的 遗文虎 你个老贼 遗文虎 拿下 怎么办 Dead Dead 仙子 仙子 怎么样 慢点 仙子 仙子 宇文护这只老狐狸 但敢骗我 什么 大中宰不是和仙子约好 要共享天下的吗 等我仰好伤 一定要报仇 那仙子先歇息一下 我去看看 外面有没有什么吃的 你想跑 不敢 本仙子今日杀不了宇文护 就杀了你 谢本 你敢给我下毒 毒你 还有那么大问题 你跟他早就串通好了 这玉蚌相争渔翁得利 这点道理你都不明白吗 休想 休想拿走我的离伤箭 妙音仙子 我看你是把全部的家底 都搬出来了吧 少废话 快把解药交出来 不然我们四个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果然是妙无音栽培出来的 连说话的口气都一样 一样的狂妄 一样的狂妄 恭喜青龙护法得到离伤箭 护法 朕魂珠就在大中宰府 我可带护法去 不急 朕魂珠自然会跳到本城中的手里 那我的解药 就你这点伎俩 还算得上是用毒高手 你放心 你我同属四大护法后人 同气连枝 我怎么会忍心杀你 你运气调息 歇个十天半个月 自然会痊愈 哟 这个时候 仙子 不是应该感谢 我的不杀人吗 我 如果orian 这个仇我一定要跑 还 我 我 很 宇文户 没想到吧 仙子一直盯着大中宰府 没想到 我宇文户也会消息灵通 找到仙子 你背信弃义 你我之间又何来一字可谈 你落得如此下场 只能说是你太贪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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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真是忘了当初的约定吗 你我不是说好 要一起打开天罗地宫 你做你天下子民的皇帝 我做我天罗地宫的公主吗 在寡人这里 没有你 只有我 天罗地宫也好 整个天下也好 都是我的 我 只有我 才是唯一的王者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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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你 大仲在府国密室就有几十个 任谁也想不到 我会把镇昏珠 发在官房下面的密室中 显得万事俱备 就差离商见了 主上 请不吝点赞订阅 吴云 这是梦 是我来迟了 桃花 桃花来找我所命了 她走了 她走了 这 就是报名 我杀了桃花 我自己 都怪我不好 是我来得太迟了 没能救下你 不怪你 都是我自作自首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我妙无依 会落得这种结局 无依 你坚持住 我去找人来救你 我先去给你找点水喝 不要走 吴产 我知道 我七处已尽 诸葛无血 抢走了离商间 余文护 霸占了震魂中 我与天罗地宫 终是无缘 一个天罗地宫 害了多少人 无尘 我逼你像桃花下手 你有没有恨我 我是不是不应该 这么刻薄 我就快要死了 有一件事你不需要再瞒我 你一直留在我身边 是不是为了天罗地宫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天下苍生的 那 你有没有爱过我 我 我 我懂了 我 懂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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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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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我与众不同 生下来便背负着使命 一生为使命所累 由不得自己 四大护法 同气连之 只可惜你年纪轻轻死于非命 我没有给你立背 是不想有仇人来打扰你 好好睡吧 从现在开始 不用再你争我奖 不用再算计利用 感谢观看 来人 主上 夫人呢 悲知不知早膳时就没见过夫人 把鸳鸯给我找来 是 回禀主上 丫鬟们都说没见过鸳鸯 主上 立即派人班中打探夫人与鸳鸯的行踪 不可声张 是 主上 主上 守护师之 今日此处当之之人 全部可杀 是 主上 夫人有消息了 想 有人看见夫人成一台小教堡 东城门而去 属下也派人拦截 秘签将军 大忠宰有令 齐国细作昏入长安 许严查过往行人 今日由大中宰府侍卫亲手城门 遵命 站住 去哪里的轿子 将军 里边是我们家姑娘 叫成交信心的 叫里面的人出来 将军 这不妥吧 我们家姑娘千金之须 您看这 闪开 请夫人下轿 袁有 你怎么在这 快 关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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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是 你怎么在那里 我会说 你怎么在这 这个 他就会不相信 你怎么在这 我现在让我 看你 舍我 你怎么说 你怎么在那里 你怎么在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会累成这个样子 假装毒湿精 你做什么 你脸上有个虫 我脸上有虫 哪有虫啊 抓到了 给我看看 飞走了 语文雍 你骗我 我怎么会骗你啊 我知道 你就是骗我 这是皇上惊口欲言 好吧 试骗你 这太阳 都升这么高了 是啊 天早亮了 你赔了朕一夜 朕要奖赏 我不需要什么奖赏 你这么辛苦 不如早点休息吧 朕要清醒下头脑 就奖赏你 陪朕去散散步 快看 那片云 好像一朵花 好美啊 今天的天气真好 日出东南云 照顾秦氏了 秦氏有好女 自明为人夫 皇上一定是作专看 我看多了吧 大白天的就竖起胡话 这哪里是胡话 分明是我的真心话 今天的空气真好 都可以闻到太阳的味道 我原来不知道 我原来不知道 在帝王之家 很多事都身不由己 本以为此生只能作为一枚棋子 按照棋盘上的轨迹一直走下去 可我遇到了你 我 我什么呀 秦苏 你不要用这种表情看着我 你这个表情 总想让我忍不住分你 讨厌 讨厌 又说疯狂话 也许你不相信 我也不愿意相信 我宇文雍竟然会如此看重一个灵人 尽管高处有你在 不畏微寒 你 阵魂珠和离伤剑都已现实了 那些争夺者 自会去寻找蛛丝马迹 真的阵魂珠已经抛出了 你也不再是寻找到阵魂珠 打开天罗地宫的钥匙 不会再有人打你的注意 你 你不后悔吗 无怨无悔 给我些时间 等我做完我该做的事 我们就远远地离开这里 你喜欢太阳的味道 我便带你去看日出 我要带你去海上看日出 那里的日出特别美 特别壮观 我还要带你放马草原 考野兔植 我还要你给我生一个孩子 不 是两个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我要看着他们慢慢长大 看着他们结婚生子 等到我们都老了 走不动了 我们就想着这辈子吵过的家 生过的气 一起变老 梦中的深夜都无解回你 宇文勇 你为我做的这些 我很感激你 但是 我不要你感激我 我 温热今生的千里花 我只要你与我在一起 若累 我们便双腹双气 若冷 我们便相容去 一样花 一样花的泪在心上不断抢 错过的我们又白了发 你离去背影走流 孤独的天下 梦一场 爱恨渺成沙 模糊了 初见是怎么样 碧香姐姐 免礼 碧香姐姐眼光真好 这花啊真漂亮 这可是给娘娘送去的 当然要珍品中的珍品 最最漂亮的 去吧 是 小妮子 别以为姐姐不知道 你就是想要奉承我 不过呢 姐姐我就喜欢听别人夸我 楚宗鬼 楚宗鬼 老楚 这个楚宗鬼 真是的 天天都在忙些什么呀 整个皇宫好像救她最忙 走得那么快 真是 都多久没到娘娘这儿来看了 你说你以前娘娘对你多好 现在好了 有了皇上就忘了娘娘 你不来跟我吵架 你就不嫌无聊吗 娘娘 娘娘 你去哪儿 娘娘 娘娘你的头 走 清索 我我要回去 回去 你忘了你答应我的话了 我只是答应你 拿到镇魂珠 我没有答应过你 要嫁给什么宇文雍 谁叫你潜入大司空府 盗取镇魂珠失守了 现在这是唯一进入大司空府的方法和机会 别忘了 你只有帮我拿到镇魂珠 我才能给你想要 不 不 我不能对不起四哥 我绝对不能嫁给那个什么宇文雍 原来你的真心不顾了我此 你想走 还是想死 我宁可死 也不要嫁给宇文雍 我 我到底是谁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听姑母的话 嫁给了宇文雍 四哥哥 四哥哥又是谁 娘娘你是不是特别疼啊 你你就惩罚奴婢吧 奴婢真是该死 你你就抹点药膏吧 太医说了抹上药膏就不疼了 真是急死人了 皇上驾到 庆所 皇上 庆所 都是弩鼻不好 宇文雍我 我想起来了 我亲人我 碧香 守在外面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皇上 你想起了真是 我 我只想起了一些 原来 真的是姑母 逼我加入大司空府的 这一切 都是阴谋 原来你想起了这些 我想起来 她想杀我 姑母竟然想杀我 天底下 哪有这样的姑母 宇文雍 我 她说 只要我帮她得到真魂珠 她就会给我 我想要的一切 你想要的是什么 原来你的真心不过如此 我 我 我没想起来 看来 不只是这里的疼痛 还有心里的 我 我 宇文雍 我脑子 好乱 姑母 她想要的 真的只有真魂珠吗 那我 我想要的又是什么 我 我到底是不是原青锁 或者 我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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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